那我们台子7已经五连胜了 真正五连胜获利超过100点 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如何用技术指标实战当冲获胜呢 今天节目很重要 一定要收看喔 投资获利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喔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期超盘手之期货创业家 那我想今天我们期货又在天一圣了 那我们呢 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如果你有看到美股啊 哇 非常的精彩 道琼指数一度大跌超过600点 你看当冲的好处 不留仓的好处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啊 为什么我们昨天最后尾盘 我们不想跟他再拼了 今天最后尾盘我也不想跟他再拼了 何必呢 为什么要跟他拼 今天晚上如果大波动你猜错方向 结果呢 往下跌 或者跟你 跟你想的走势 跟你进场的走势完全反向 那你不是紧张兮兮晚上睡不着觉 那你今天直接今天买进 今天把他除掉 直接直接获利了结 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 不是吗 今天晚上就算美股狂暴跌了 两三千点 与我何干 我明天继续操作 我就好了 这就是当冲最大最大的好处 那至于当冲啊 说真的你要这句影也蛮难的哦 不幸大家可以去操作看看 你台子期货你每天都跟我们一样 能不断的连胜连胜再连胜 你去试试看 很难哦 没有那么容易的 好所以呢 你当冲要连胜 你第一个你要观察现在的盘势 现在盘势到底会不会持续的往下跌 大方向 大趋势是什么 要搞清楚 搞清楚之后呢 你再回归到今天的盘势 比如说像昨天晚上美股大跌 今天晚上又有什么 就是那个FED要公布最新的利率 那市场一定会比较震荡的 那市场既然会比较震荡的话 当然是低买高卖来回操作 你就不要预设立场 逢低就买进 逢高就把它卖出来回的操作 当然所谓的来回操作 不是叫你激进的一下买 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 一下买赚那个两三点 没有意义啊 你每次出手 至少心理预期至少要30点以上 那当然有些时候 你预期30点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30点 那状况不对 我们不管赚几点 也是要先出再说 好整体来看 美股啊 我觉得今天晚上 是很重要 很关键 但不管它多关键多重要 我们就是留意一下 今天晚上的状况 明天再做决定就好 那以目前状况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银行危机又出来了 就是又有两家银行 好像也会出问题 那盗琼指数啊 大跌过后 今天晚上的 如果美国啊 的联准会啊 持续在升息的话 甚至他有可能说 哦 我要升息了 两码三码 那不用说了 后续可能你要 比较偏空 操作一些 但是呢 我觉得这有机率 非常小 所以整体来看啊 我觉得还是偏多 因为你看到盗琼指数 跌破 潜破支撑之后 就马上拉回来了 以目前我们看到的 不论是法国啊 都收红嘛 对不对 重大讯息公布之前 收红 德国也是收红 准备要再挑战新高 所以国际股市啊 都是偏多的 所以我们的大盘呢 修正已经到一个 相对的底部了 所以我认为啊 现在啊 也比较适合 偏多操作 因为你看 前波的低点 就在这附近 你这边偏空操作 我认为 可能他会再向上涨一波 几率会比较高 所以不太建议 偏空操作 那整体你去看筹码面的话 老师外资又卖 外资又卖 外资又如何 又何干啊 他资金没有走 他随时会再进场 那重点是什么 新台币兑换美元 新台币兑换美元 有出现大幅度的贬值吗 没有 那这一波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 也开始不断的往下 那代表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升息已经到了尾声了 美国升息他到了尾声了 不会升息啊 对股市都有利 特别是对科技类股 对什么 比特币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发现啊 比特币大涨 科技类股涨势也是非常强悍 那也就是说 整体全球股市 偏多 连准会要 不升息了 最后一次升息了 所以我认为 整体格局来看 还是尽量啊 偏多操作 会比较好 尤其是啊 这一波已经修正的差不多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部分 今天要怎么操作 今天的图摆出来 嗯 很简单 你如果是一个事后盘专家 我跟你讲啊 你不用我教 你也会做 很简单 这边买进 这边卖出 这边卖出 这边买回 这边买进 这边再卖出 这边卖出 这边 哇大赚 这边大赚完之后呢 一路向上再赚他一波 都给你赚就好 你这个叫做什么 你这叫做事后盘啊 真正的盘式的操作重点在哪里 你在这边你跟我讲会往下跌 还是往上涨 遮住 你告诉我会下跌还是上涨啊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操作的难度 好今天第一波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找盘开盘的时候 这边的底点 这边的底点 我本来预期是在这边 想要进场 因为呢 几次的低点都没有跌破 第一次的低点在这 第二次的低点 第三次的低点 所以这边 是比较绝佳的进场点位 但是我决定要进场以后 就不断的向上 不断的向上 我这边发讯息 会员买到可能就在这边了 所以我这边没有办法进场 没有办法进场的话 我就算了 你看这边呢 就是我们发讯息跟各位 去买软体最大的不同 因为软体呢 出现黄金交叉 出现买进的讯号 都是大涨一段过后 比如说你看 这边对过来 你看到KD指标 也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所以当出现交叉的时候 其实已经损失了十几二十点 你当中就是十几二十点 甚至三五十点 甚至就是那几点 你进场就多损失 少赚那么多点 那你到底还有什么赢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讯息跟别人 跟软体有什么最大不同 我们是等到震荡不跌 再建议进场 让大家有机会可以买得到 真的参与得到 而讯息 而软体都是出现了什么 大涨过后才出现黄金交叉 你才进场 这你就少了一步了 那这边呢一样 大跌之后 它才出现什么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出现了 你跌到这边你输钱了 你这样你会赚钱吗 也就是说 你买进卖出 都是少一段行情 买进多涨一段 你这边在进场 卖出的讯息要出现 都是在这边 那你要怎么做 你赚不到钱 好所以第一波这边 我刚跟大家讲了 我们损失到 涨上去就算了 没关系 我就等第二波 第二波你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搭配KT指标道相对的低点 这边的低点又比这边的低点更高 越电越高 底部是越电越电越高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进场买进 进场买进之后呢 一波向上到这边附近 我发现 好像涨不太上去了哦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边买进 这边卖出赚了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赚到之后 我刚刚有讲过啊 今天的行情是比较来回震荡 我心里的预期是来回震荡 结果呢 你看一下 这边涨上去之后 涨不上去 他一波向下杀 我本来想说哇杀那么快 那我再等 等一下好了 我等看一下 要不要再做一次多单 那我克制 我这时候克制住了 因为我看到盘面上的讯号 包含了比如说像盘面上的肋骨啊 还有盘面上的气氛 都没有太好 特别是军工肋骨 开高走低 我就认为 现在啊我在这里进场去抢多 我在这里进场去抢多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我这边没有进场去抢多 我想说再等一波看看 再等一波 如果没有跌破这边的低点 我就再进场 就我等到这边 我等到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当下的一个状况 我等到这边 他是不是跌破了 我等到这边他是不是跌破了 跌破我当然不进场 就持续的观望啊 结果他一跌跌那么深 跌那么深我想说我要进场做多 那跌那么深我担心他会持续的往下再修正 所以呢 我这边也没有进场我等他第二只脚 结果第二只脚没有等到他就一路向上拉不停 拉了那么大根 拉那么大根直接把这根长黑棒给吃掉 所以就是再度转强的讯号 这边转强了以后 你发现他没有任何的低档可以让你进场买进 只有这边可以让大家逢高做空 这边可以获利一段 但是我们这边有看到可以做空的讯号 我没有做空 为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是做空的讯号 你看这波的高点 突破之后就马上压下来 就代表说15575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压力 这边这个明显的压力呢 有没有 就代表上不去 上不去的话你在这边都可以做空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230了 1.230了我不想进场 所以最后这一段的空单是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做到根据技术面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因为晚上要公布FED的利率会议 我担心波动会比较大 你为了赚那两三 应该说是为了赚那二三十点 然后影响自己晚上的睡眠 可能造成波动太大的时候 这样子要不要该出了 那反而造成自己心情不好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 大可不必 好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呢我们就是这样的操作 所以我们就是一路会不断的 就是来回不断的转不停 你看有几个老师呢 跟你这样子期货一路转一路转一路转 你看光是27号开始我们一胜 28号两胜 昨天第三胜 昨天连续两胜四胜 今天再添一胜 总共才几天交易日啊 27号一天交易日 28号一个交易日 昨天一个交易日 对不对 再来呢今天一个交易日 四个交易日 四个交易日我们创造出五连胜 这五连胜呢 赚几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四天赚几点 四天 你看这边赚20点 这边赚10点30点 这边赚35点 对不对 30点加35点 65点 65点加7点 对不对 是72点 你不要考数学 好不好 72点再加30 102点 四天赚102点 那如果换算成大台 不就是赚了2万块吗 一点不是200 100点不就是2万多 对吧 还送你手续费 2万多 四天2万多 那一个月 不就很容易就赚四次 就是8万吗 四次四二的八嘛 不就是8万吗 那我们38万赚8万的目标 不就达成了吗 也就是说呢 我可能根本就不用 我不用一个月 我就可以达成38万赚8万 那38万赚8万 一个月报酬率是20% 一个月报酬率是20%的话 四个月 不好意思 就是翻倍了 你那个时候资产 就不是38万 你那时候资产 是翻倍的话 38万就快要变成100万 100万就快要变成200万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期货 是很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 创业的 只要你有耐心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你看一下 我们动不动就是 五连胜 一连胜 两连胜 三连胜 四连胜 五连胜 我们上次还创造了奇迹 整整什么 17连胜 一连胜 两连胜 三连胜 这都是有记录都可以查得到的 而且都是真正正正的实战操作 那我们实战操作怎么操作 你看我刚刚跟大家讲那么多 我们实战操作就是跟着技术面跟着大方向 如果你没有大方向的敏锐度 你技术面又不行 那当然就直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是最安心的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你想在期货市场上创业 一个月 38万赚8万的话 创业是有机可循 创业何必舍尽求远 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 在期货市场上创业 可以透过下面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